乖乖回去吃老饭 引渡新闻 赖英杰赖文良台中报道 之前司法官传出了收贵丑闻之后 国人对法官这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 信心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紧接着法官几个关于女童被性侵的判决更是引发重怒 包括了两岁女童竟然因为记不得她自己正确被性侵的时间 法官就派性侵她的叔叔无罪 她才两岁啊 看得懂时钟吗 还有问题呢 另外还有欺批恶狼 轮流性侵弱智女子 还有三岁四岁六岁女童长期被性侵 法官都以女童当时没有反抗 所以这表示没有违反女童意愿 因此判这些色狼们无罪都让人无法接受 网友呢在网络上开始痛批法官脑残 不时人间烟火 因而发起了罢免法官的行动 而发起的正义联盟还有立心经济会等单位呢 则是宣布25号下午6点钟 将要号召网友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集会 除了要求罢免法官 也要求要建立起法官检察官的评审制度 现场并以白玫瑰作为精神象征 一边做只能龟一边唱着贡飞飞的歌曲 情感宝贝 妈妈们都说这首歌是他们的贫贫写照 因为不满法官侵判性侵案 决定拿着白玫瑰走上街头 相当的难过啊 因为你看到一个小朋友被这样子 然后又被罢官们判得这么轻 然后会觉得非常愤怒 所有白玫瑰都是妈妈们亲手折出来的 还有自知的宣传单贴纸 就是希望25号傍晚6点在凯达格兰大道上 能够犯起政府对司法改革的重视 其实当天主办单位也会发放15000朵真正的白玫瑰 不过妈妈们还是希望用自己的双手 做出最独一无二的花朵 主办的正义联盟表示 25号白玫瑰运动大多是民众自发性的组团参加 就连继承车业者也来响应 准备好一张张印着白玫瑰的贴纸贴在继承车上 在台北车站前 只要看到贴有白玫瑰贴纸的继承车 都可以免费再送民众到凯道参加活动 我就觉得说这个法官真的很夸张 因为这样这个如果是他的女儿的话 他会这样判嘛 那我们就找了四五十步的车 然后一同就是前往在现场 在我们在北平东三门的部分 把他载到凯道 有的出人 有的出钱 有的出点子 有的出饮食 原本是网络上的联署活动 从虚拟世界走向了现实生活 就是要表达内心最沉重的声音 云南新闻 麦瑰文豪好 台北报道 行的安全 提醒您检查一下自己的轮胎吧 这个标检局抽查市面上13轴厂牌的轮胎 进行了外胎强动